主料,芹菜80克,香菇50克,香米100克,猪豆末50克,主料,小葱一根,芝麻油,盐,黑胡椒粉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芹菜,香菇,香米,小葱的枝材,青菜,香菇洗净切细力,猪豆鞋加入生成,淀粉大好备用,香米,入锅洗净,加入适量冷水,大火煮开, 中火煮20分钟,倒入香说,较云,煮开,下入猪肉末,半月,煮开,倒入芹菜,加入少许盐,煮开,倒入芝麻油,调好维基可乘其食用,烹饪技巧,一,芹菜无需早放,煮开即可,二,芹菜和黄花最好不要同吃,以免经养成分的丢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